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对星空中那些神秘又奇特的天体感兴趣 那今天的内容你一定不想错过 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最近在科学界引起极大轰动的宇宙访客 他的名字叫做Sun Atlas 你可能听过奥默默 那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从太阳系外飞来的星际来课 而现在,Sun Atlas正在用一种更夸张的方式 刷新我们的想象力 它竟然飞引力加速的比奥默默还要快得多 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对吧 但这可不是电影桥段 这是正在发生的真实的宇宙事件 我们先来讲讲这飞引力加速是怎么回事 在太空中运行的天体 比如小行星或彗星 一般都是靠引力牵着走的 也就是说 太阳拉着它们 它们就乖乖地围着太阳转 就像石头甩在绳子上 怎么甩都离不开轨道 但有些天体 会自己突然加速 就好像脱绳的风筝 开始跑得更快 更偏 我们把这种不靠引力 却突然变快的现象 叫做非引力加速 奥默默当年就这样悄悄加速了 但它完全没有喷出气体 没有扬起尘埃 连一点动能来源的痕迹都找不到 就像一辆没有排气管的车 突然自己飙车了 科学家们一头雾水 而今天的主角 San-I Atlas就更为离谱 首先 它比奥默默还要大得多 质量可能高达330亿吨 这个数字听起来抽象 我们换个说法 这相当于 地球上一整座珠穆朗马峰的质量 或者说 数十亿辆满载货物的卡车 这么重的宇宙巨石 居然也在自己加速 更奇妙的是 它似乎确实喷出了某种物质 起码我们现在看起来像是气体 就像彗星靠阳光加热 把内部冰体蒸发出来 从而像火箭一样喷气前进 但是 这股喷气的力量 也太猛了吧 猛到什么程度 据科学家估算 如果是是靠喷气式推进的 那就得把这块天体六分之一的质量 一次性的蒸发出去才办得到 简单点说 假如这块天体是个冰沙混合的雪球 那它得瞬间失去一大块身体 相当于咬下一大口 咬掉自身的六分之一 还要喷气式地喷出去 才能换来这种速度 可问题是 它看起来完好无损 根本没有掉肉啊 所以人们不禁要问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哈佛大学著名天文学家阿维 勒布教授计算 要达到这种推进效果 这个天体必须迅速喷出50多亿吨的物质 注意 是吨奥 不是克 也不是公斤 这种规模的喷发 按照我们对彗星的了解 它早该碎成一堆小石头了 正常的彗星相对松散 它们催得很 轻轻一喷就可能裂开 更别说这么猛的喷发了 但神奇的是 三爱阿拉斯依然坚挺 毫发无损 就像你看着一个气球 猛的放了六分之一的气 它却一点也没别 这种反常行为 把天文学家都搞猛了 再来看看它的样子 传统的彗星 我们都见过 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飞过夜空 美得像流星雨 但三爱阿拉斯呢 没有长尾巴 颜色变得比太阳更懒 这说明它的温度比太阳还高 喷气不像彗星那样对称或者温和 行为诡异的让人不敢轻易下定义 说它是彗星吧 行为不像 说它不是彗星吧 它偏偏又冒出气体 真是一个四不像的宇宙神秘天体 而更值得关注的 是它的爆发方式 它原本在几个月里 安安静静地在轨道上移动 什么动静都没有 但最近 突然之间 它就像被打了一针肾上腺素 猛烈加速 仿佛按下了宇宙的加速键 我们再次回到问题核心 如果这是自然现象 那就必须伴随着大量物质的丢失 可我们没看到碎片 尘埃 气体云 什么都没有 按理说 如果它真的喷出了六分之一的质量 周围应该是一大片尘埃团 气体云 甚至有些碎片飞散出去 那种景象 就像功底阳尘一样明显 连家用望远镜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但我们用各种设备都看不到 那这加速是怎么来的 这就好比你看到一辆车 在没有踩油门 没有冒烟 甚至没发出引擎声的情况下 突然飞驰而去 你第一反应不会是 哦 它是自然现象 你会想 这车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动力 那么 San Atlas的这个神秘推理 到底是什么 如果未来几周 它突然解体 那我们也许就可以把这归类为一次强烈但自然的彗星喷发 可如果它始终保持完整 毫无动静 那科学家就必须认真思考其他可能性 比如 是不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神秘现象 阿维勒布及其团队在昨天发表的论文指出 已确认的三个星级天体 奥默默 鲍里索夫 和三 各自展现出挑战传统太阳系自然 天体认知的异常特征 凸显了开展系统性研究的 科学必要性 如图索示 论文中所列出的 已确认的三个星级天体的 相对尺度和主要异常特征 圆圈大小 与天体直径成正比 清晰的展现了 从奥默默 约一百米 到鲍里索夫约400米 再到三安拉斯约5公里 尺度上的显著增大 每个天体都展现出独特的特征 挑战了人们对太阳系天体的传统认知 并且随着每次新发现 异常特征的数量和严重程度都在不断增加 阿维勒布及其团队 在这篇新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框架 整合六个变革性的研究维度 一、星际天体普查 以揭示其形成地点 二、实验室研究 以远低于传统系外行星光谱学的成本 实现天体生物学的突破 三、基于勒布天体尺度分类框架的技术遗迹发现 四、北半球天文台建设 实现全天覆盖 五、通过引力波天文台 探测暗天体和高速天体 六、行星防御 根本上改变人类宇宙观的发现的制度框架 目前来看 三、I、Atlas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它到底是天然彗星 外星技术 还是一种我们人类还未定义的天体类型 我们现在还没定论 以为你讲清楚 那些看似遥远的太空新闻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你觉得San-I-Mas是自然的 还是另有玄机 感谢你的收看 记得点赞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